有一个梅语补习班 他要催修他的学生多厉害 说他有一个学生 每天5点50分到7点10分 写公文 那时候想什么叫公文 原来是 现在国英术叫做公文 5点50分到7点10分 7点30分到4点40分到小学 小学以后4点05分到4点35分 要在车上完成学校的功课 4点40分到7点钟 要上梅语补习班 7点到7点45分 要在车上吃完晚餐 7点20到8点20 公文教室也就是国英术 教室报道 8点半到11点要练琴 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拼过 我会死的 我跟你讲 我们大人都没有办法 这样子你惊惊惊惊惊 你知道这个小兄妹 他们其实是从幼稚园开始 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小学了 5点50分起床 11点30分才把所有事情做完 你知道所有事情 我最没有办法容忍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叫我在车子上车也15分钟要吃完 这个小兄弟 小兄妹真的很可怜 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是在车上吃晚餐 对 那我问你 你在车上你有可能吃什么晚餐 你有可能吃一个鸡 那个所谓的一个鸡肉 然后一菜一汤 三菜一汤 不可能 你把他当军人在这样操 怎么会有人把未成年 而且只是小学生而已 用这样子的方式 当然他的说法是 因为我是为了他 我希望他未来赢在起跑铁 所以什么国英术 然后还要才艺比赛 然后你刚刚讲出来的 他把他梅雨补习班 PO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考试 可以跟国外的美国的 什么私校 他们在炫耀 对 在炫耀 说我们这个除了是功课非常好之外 英文的能力非常好之外 他所有的评比跟国外私校的那种 如果以后你要上高中上大学 是不是差不多的 所以代表着我们的铁的纪律下 这小孩子成绩有多好 可是每一个人 他一PO出来之后 每个人就傻眼 这是单一个人还是一个通案呢 其实有可能是个通案 因为他们就 很多人这样子 对 因为他们这样子 他PO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大家就会开始比 比什么 你看人家就是这样 所以人他可以得到什么 人家可以得到100分 人家连初心都不会有 所以现在很多网路上 开始大家评比 就说哎呀 你看我的小孩子初心 错一停 我不是一定要他考100分 可是我没有办法他接受 接受他因为初心而错一停 那还不是一样的意思 你就差100分 所以这种很可怕 不得犯错的人生 你要知道 你用不得犯错的人生 所教育出来的小孩 他等他有一天长大之后 他很可能面临到一个挫折之后 他的人生就全盘皆出 今天就用不得出来的器材 大家开心 他们最后的攻击 一项后 一项目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快乐 到来 咱们 往路 到来 我们一起 我们10